郭文貴議員 嘉義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案請審議 犯法審議通過或依地方制度法第32條規定公佈 並依同法第26條規定 請中央主管機關被查 各位議員我們對葛宇有什麼意見嗎 因為我們對這個案 各位議員我們對這個案 班農先生 我先告訴你 今天連審是有算還是沒算 都算啊 我們在上邊連審我們不來 說沒算我們這樣就不用審了 要給我們確定有算 再來審 沒算就不用了 有啦有啦有啦 有啦有啦有啦 有時間到時間還沒算 我這樣連啊就下來了 在上邊我們是不來的 但是就有這個情人可以發審 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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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OK啦 反正 好針對這一案啊 我的建議我希望就是 比照我們上一次臨時會啊第一次的決議 距離一樣就是離 呃住家 商店社區那個就是 周界就是500公尺 然後如果離機關學校就是 一公里1000公尺 然後設備呢就是以照縣政府提出來的 密閉室的水連室或附壓室的最嚴格的要求下去 呃對這些呃畜牧場呢做要求 設備要最嚴格 另外呢還必須訂定罰則 而且罰則呢是要非常清楚的 明確的讓虛目業者 或者是呃我們的縣民們知道 如果今天這些虛目業者 可能被檢舉了 或者是你們去 機查的時候 發現他有疏失了 第一次的時候 可能我們就進行看裁罰是多少 第二次是多少 那可能第三次 他又再犯的話 不然是罰金加奏嘛 那最後一次我們可能就是 呃撤銷他的 許可的執照 我想說這個希望 縣政府這邊可以明確的訂定出來 那至於距離的話 我希望可以比照我們上次 第一次聯審的決議 就這樣謝謝 各位議員統領 還有我們農業處這邊 因為我們手段 各位議員都看到 第四條到第五條 用在裡面寫得很清楚的 維持本意 第一次的我們的審查 的文義 相信都沒有什麼改變 至於說 我們以後 這個案子寫下去 也是我們台灣省 我們唯一的一個管制裡面 文義法條裡面操調 這一定是最大的環境 我們都看得好 比較我們別的管制就對了 我們改議官是最第一名的 所以說大家議員的辛苦 大家看得到 所以說 我們的議員當然 非常關心到這些八線也好 夾租也好 都要分析說 現在改議官的所有的 要怎麼去設施 過去的老舊的 基設也好 或者是租設也好 要怎麼去做一個福島 我相信 農業處長 農業處這邊 所有行政單位裡面 要積極要適用於我們草條這邊 我們法院裡面制定了以後 那你們怎麼去福島 你們就要去認真的去跟業主講 也要跟百姓講 農業處這邊 最重要 未來開發 開發地來的 這些所有的協助就好 我們 經格 我相信 我們各位議員的辛苦 的努力 我們借定好事 我們絕對台灣姓 所需一職 我們第一個管制 最重要的 我們的法條 所以說 在這裡 我本身也要跟農業處這邊 積極的 你們要去做福島的用意裡面 你怎麼聽 因為制定了以後 你可能要面對的以後 業主也好 百姓也好 好嗎 各位議員 我們還有什麼意見 對他教育就好 這裡有 來 拜託 我現在請教你農業處長 我們今天有 有去看的基盤嗎 你有去嗎 你有去看回來 你的感想如何 那個基盤 你覺得 設備了 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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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目前這個法規 我直接給你 我沒有跟你說 你看到你感到怎麼樣就好 你不要說法規 你現在你看 這個基盤設備了 原證 沒有 我留給你這個重點 你跟法規說完之後 感謝議員 那個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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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期的議員回到我們的黨員 我告訴你 既然有的都很幸福 都很幸福就急問了 你這個問題你怎麼怎麼回事 你去你還要先收回來嗎 你看的那是五百分子以外的嘛 對不對 你看你講清楚嘛 然後我知道就有了解 你有這個問題你不要說 你這個一定有什麼問題 你有機會賺錢他改善 你要把這個改善嘛 什麼總部都很好的 要營養不太多人耶 沒有 報告議員 我們現在要求的齁 那不同的急劇啦 議員因為你沒有去現場 所以肯定給我 我就是沒有去我跟他問你 有去我就不用問了 那剛才說的說有雞毛那個問題 我們要求他加強威網跟除臭 那你剛才沒說 你怎麼沒說 你怎麼都沒說 你怎麼說 第一點齁 那你就不一定就說不定 你怎麼玩笑是嗎 不會這樣啦 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就定了 議員在講嘛 你們第一場的用意裡面是什麼 第一場用意就是好的設備 對 那第二場是什麼 你要講清楚嘛 第二場是500公尺以下 你不解釋清楚 人家長知道 自己有的 我們要再要求 這個環境設備 對啦 好 主持人我發 我講一下那個 那天我去看的感想 第一場是密閉室的 那第二場呢 我們到了埔寺那邊 看到的是非開放 你們所謂非開放式 就是 非密閉 你知道我們一進去的時候啊 還沒下車就發口罩了 然後 露車還是就看到雞毛都在飛 這一場是你們所謂的最新的 就是非開放式最好的 不然你你才會帶我們去參觀 因為你帶我們去參觀的 我們說啦 你帶我們去看的 就是在看說 我們現在後來未來 我們要識到失敗 就是要比較那樣嘛 問題的是我告訴你喔 我們去看的第二場 你先聽我說 我們去看的第二場 看完之後 我相信科長 在那個林科長在後面 科長問我說 議員阿你看了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哪裡需要改進的 我因為科禎會辛苦 提志於計畫才... 科長 鷄毛耶 身上就在 进去 我相信每个议员里没有进射手 看到鸡毛还是这样子飘 这是你们所谓的已经有网子了 是设备最新的了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距离非开放式我不接受 所以我说你们的条纹 什么300公尺的设备怎么样 我跟你说这件设备 所以500公尺的设备 就是比照300公尺 没有什么300公尺的设备是多少 500是多少 因为你想想看 300公尺的设备多快 500公尺的设备多快 你电话条6个距离 5、6、30就300公尺就够了 对啦 那是很快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求 我们这个条文要修改 不是照你们现在 这个案子就通过了 没有什么300、500 我相信也是要让大家很明确的知道 一样距离就是照第一次审议的 就是离住家就是500 然后呢离学校 跟那个医院就是1000公尺 而且呢你的设备全部都是要密闭式 是要最新 就是你说所谓最好的设备 我们要最严格要求要求他的设备 而且罚则一定要订定 我想这是我的要求 这是我提出的建议啊 那我不知道其他议员同事有没有什么意见 然后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这个一定要修改 没有什么300公尺是怎么样 500公尺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就发现了 你去就是鸡毛 你所谓最新说那张六分地开始清门 开始清门 我们那1个 猫毛还会� 68 1992 还议员可能是 ach nous 许员可能是表达上 没有什么表达上 所以我說這個要修改嘛 全部改成PBC改成最嚴格的 我剛才跟你講嘛 300也好 500也好 其實 我們如果議會這邊這裡 超強的發展 沒關係我不要答案意見 我的要求就是 這個問題 開始齁 主席 我的意見就是 我們就是 做第一次的決議 距離做第一次的決議 設備是要求最新的 就是我們要最嚴格下去做要求 我想說業主 你竟然要賺錢齁 然後一樣 這個設備本來就是 你要賺錢 你就是要投資下去 本來就是這樣啊 不可能讓我們的國民 那些國民的健康 還是說旁邊的農民 都沒有辦法去跟做 我想最近我們也收到 非常多的陳情啊 我相信齁 那個憲民的健康啊 跟他們的生計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後所以呢 距離一樣就是 我希望可以照 第一次要修改 就是照第一次的那個 審議距離就是500 1000 然後設備是用最嚴格的要求 並且要訂定很清楚的罰則 可能我第一次罰多少 第二次加倍 第三次我可能就是 撤銷他的那個 許可執照 以上是我的意見 財法內容裡面齁 我們各位議員 當年左邊齁 都有一個書面齁 都有看到 你們這位參加一下齁 絕對都有一個齁 我們挑不法的裡面 他絕對有法源啦 你知道齁 這都在我們 有法源對 沒有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農業處 你要很明確的訂定 因為我們不違背母法 可是我們地方自治 我們可以更嚴格下去做要求 所以呢 你可以訂定第一次 你要罰幾萬嘛 在你的規範裡面 我第一次可以罰幾萬 第二次幾萬 第三次我一定是可以 撤銷他的許可 其實齁 紅紅館陣 還有我們各位議員齁 我們大家有心的 又八線有心的 又夾煮也一樣 相對的 那個 統幹伸素 用於理 我們各位議員 我剛才說過 我們都很用心 在關心 我們每一個 我們的鄉親也好 我們每一個夾煮也好 法條的這庭裡面 我相信 我們台灣姓是 台灣姓 我們自己官 一堆第一名 齁 你們做的比十多官司 我們也 最靠密的法條裡面 最嚴謹的 所以說我要講嘛 好 致敬的法院裡面 致敬修正好了以後 農業處 往後的輔導 宣導 還有你去嚴謹嚴管的用意裡面 主席 我想說今天 因為是審查議案嘛 那大家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嘛 OK啊 所以目前我的意見 我的意見就是 沒關係 我不理 依照第一次連市的那種鼓勵 然後是不是用密閉式的 或是你所謂的 水連市 就是最嚴格的要求跟定罰則 這個以上是我的 那個提議 就今天 好 對 我的建議是這樣 然後 看其他有沒有什麼意見 不然的話就是 這個法條就是今天要修改 對啦 所以我要 我保留你們全 我跟妳保留好不好 我跟妳保留好不好 對 那文字場這邊用意裡面 我相信喔 我就說過了 沒有違背本意啦 我們第一次 臨時會 深夜會 我們都沒有違背 我們要去保留法院去喔 我們議員這邊都沒有違背 只是說我們修正完 經過到 齁 這個 這麼多時間 多時間 收集去來 我們每個議員 我們去學校也好 我們在 我們在研討這個議案也好 我就說過了 您聽我去看 何關市 沒有我們 像我們修正這麼好的 齁 這是真的真的 齁 齁 所以說齁 我們大家議員的辛苦 我相信大家看得到 再來 我們要煩惱的 就是後面的 老舊廠舍問題 齁 那要不要 是從議員講的齁 農會處這邊 那往後的輔導 你們要加強 往後的 所有的 要制定 新法裡面 實施的用意裡面 後面你手機 有一百匹 兩百匹 入住 當然我們也沒辦法去管 人家都依行政法在處理 都喪心了 所以說齁 行政政策 我們要照鏡 反正我給你保留發言權 好 各位議員 我們還有什麼意見 大會齁 各位同仁 那個我請教一下處長 我們現在這個 畜牧場的 呃 裁法規定 的法源裡面 是不是 我們現在的方向是 不把這個法者的部分 納入我們的自治條例 是 欸 呃 這個我 我可以這樣 呃 那個 各位議員 就我了解啦 其實 其實 這個整理出來裡面 其實就有他裁法的法源 有啦 就有啊 因為 因為我們地方自治條例 因為這個牽扯到這個 呃 地方自治條例跟中央法令 有沒有就是授權的問題 這個 因為我自己唸法律 我比較清楚 因為如果說沒有明確的齁 就是中央的法令授權給地方 訂定這個 就是限制人民權利自由的這個 這個 這個法 法源的話 事實上我們 如果 又定一個更嚴格的這個自治條例 事實上可能 很容易會被解釋成跟中央法令 好 那因為現在中央法令的部分 其實就有相關的裁法依據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還要再把 呃 地方自治條例裡面 因為我們地方自治條例 主要是針對就是說 申請設立的部分 這是我們訴求的重點 好 那至於裁法的部分 就是違規裁法的部分 是不是地方自治條例 還要再加強 就是 更加重 或者說 做 呃 這個裁法規定 我覺得可能會有司法性的疑義 這個 所以 這個部分 我也是等於說 在跟 呃 農業處這邊 替你們解釋一下 好 因為這其實是比較屬於立法的問題 好 那 那另外就是 回到就是 呃 就是 關於這個 我們設置這個距離 啦 這個規定 其實我還是 建議說 其實我們要跟他多考慮 大部分這個 那個縣民居住的福祉 環境品質跟居住的福祉 其實 呃 我記得上一次 大家有去 呃 我們 農業處有帶一些議員 去看一些 養雞場 那我覺得說 呃 其實我們的 縣府 齁 其實滿體諒 我們的畜牧業者的心聲 但是我覺得我們也要同時 體現 然後體諒 這個 周遭居民的心聲 我在這邊唸一封這個 藝族 過路村民的一封信 我相信處長應該知道 過路村是 哪一個養雞場 設置的地點嘛 好 就是我們的普風養雞場 號稱我們就是 呃 可能國內是大型 而且先進的養雞場 那我這邊還是有 有當地居民的心聲 替他們表示 表達一下給各位 呃 呃 在座的官員啊 給我們的議會同仁 呃 呃可以請聽 呃這個是 今天我唸 我唸給大家聽 好 就說 各位議員大家好 我們是 藝族過路村民 關於普風在此地 建立總機場 我們在村裡面 已經住了三四十年 本村莊是一個 乾淨無污染的村莊 但是普風把我們的村莊污染了 這是我們不諒解的地方 我們當時在抗議普風公司 並不是我們認輸 而是普風對村民 採取提告動作 村民總是善良 怕被告的 並且讓普風公司得逞 完成這個機設 本村 我們並沒有輸 9月13號 嘉義縣環保局 已經來過普風機設 因為現在意味非常嚴重 臭味已經散佈到村莊了 普風說他們的機設是 最新的設備水連防塵 但並不是如此 防塵網已經擋不住裡面的粉塵雞毛 飄到鄰近的餘溫整個都是 也污染了餘溫的水質 自從機場建立完成之後 影響了附近餘溫蝦子的收成 附近的養殖戶在餵蝦子時都必須戴上口罩 而且就算戴上口罩還是擋不住臭味 也不像9月1號 某報紙所稱的模範機設 該機設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們會不斷的投訴 請環保局來開發 也請議員們幫幫我們這些無力 對抗財團的村莊 最後本村村民有些建議 我們在報上得知最近有個草案 關於新設機場 該離村莊、學校、醫院幾公尺的距離 在討論中 我們希望官員們應該把畜牧場移到村莊外面 就像浦風蓋在我們村莊的北邊 一到吹北風,村裡就很臭 台灣的夏天氣候是南風 冬天就是北風 所以如果要蓋機設 應該要實地勘察才行 也不像某些人說的 設備好50公尺、100公尺就沒問題了 這並不可能 這次臨時會可以請議員們來我們這邊考察 看看什麼是水連機設 是不是真的沒有臭味 也希望各位議員們 為了我們嘉義憲民健康著想 請議員們三思 最後感謝 感謝何議員 能幫我們的心聲傳達給官員們 也謝謝所有議員為嘉義憲效力 我想這個是在居民的聲音 這是審查會 讓你表達生一生的話 可以啦 以後這樣子的話 審不完啦 這個議會程序 也跟你講一下 我也告訴你 我表達一些心聲 對大家的心聲 有說就好 我講 這個心聲裡面 你保留在那邊 你總之順的時候 這樣好不好 你講這個也很合理 我希望大家可以請聽居民的聲音 謝謝 那各位議員 我們對嘉義憲有什麼意見嗎 那不然這樣就完了通過 來 高議員 請二號案 提案人縣長張花冠 按由 有關嘉義憲營業衛生管理 自治條例草案一案 請審議 辦法 審議通過後 依地方制度法第26條規定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佈 各位議員 我們對嘉義憲有什麼意見嗎 那不然我們教官通過 請三號案 提案人縣長張花冠 按由 有關嘉義憲娛樂稅徵收率自治條例草案一案 請審議 辦法 審議通過後 依地方制度法第32條規定公佈 並依娛樂稅法第6條規定 報請財政部合備 各位議員 我們對嘉義憲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我們教官通過 請四號案提案人縣長張花冠 按由 有關教育部 國民局學前教育署核定補助辦理 105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 經費等二 共計新台幣106萬5千元診 你請同意先行電腹事後 以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 請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先行電腹辦理 事後以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 各位議員 我們對嘉義憲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我們教官通過 賈五號案提案人縣長張花冠 按由 有關部隊都市計畫1-9號道路 新闢工程及陸屏專案 現下內道路養護及改善工程經費等二案 合計經費新台幣4224萬7千元診 你請同意先行電腹事後 以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 請審議辦法審議通過後先行電腹辦理 事後以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 各位議員我們對嘉義憲有什麼意見嗎 來 主席 各位董人 這個嘉義憲 其中有一個 居想要加進去新火化廠連外道路的拓寬新建工程 我直接請教我們處長一下 處長啊 處長在這裡嗎 處長有去民鄉 一個六級請教 跟議長請教跟我們台會請教 他在民鄉那一個煎菜 那不是11點的 現在 是不是 那11點的呢 現在是什麼 你怕人問是嗎 可能先報到 沒關係啦 你要問的 我都要保留起來 沒關係 我馬仔就請教了 沒關係 我現在說 這個齁 這個連外道路 目前是 這位是 副處長 我那個建設處副處長蔡玉忠 沒有 文號處 民政處 甲5號案是建設處的 沒有 沒有 我這家民政處有關的吧 你們在縣市協調那要怎麼辦 那個處長 民 那個民政處 民政處 有案到有 這哪有的水箱 那都沒有 怎麼 火化廠那不是水箱 沒有在哪裡 甲5號案 第五項 第五項 第五項次裡面啦 計劃名稱的工程裡面啦 嘉義私心火候場 另外道路 通關工程啦 計劃核定案件 沒有 有嗎 你不知道喔 甲5號案的第二頁 副處長你 你很憤喔 你啊 第五項次裡面啦 第五個項次裡面啦 對不對 這個項是不是 對啦 OK 這本 啊 處長你不知道你有三塊喔 不不不 不不不 這個項好案我一本 那個建設處你請坐啦 對 啊找不到 104年至107年 那個 第五項 那個生活圈的啦 生活圈的啦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 都沒有預算書嗎 你手中沒有嗎 你手中沒有嗎 內政部的公文 含那邊第二頁跟第三頁 沒關係啦 你不用接電話啦 阿扁你手機我們快快到啦 有嗎 有看到嗎 有有有 那個地府 地府 地府那個火化場聯外道路通關 那個目前喔 因為我們含 這個嘉義私 他的那個齁 他們也是沒有 對這個地方配合款 那個比例 他們也沒有辦法 別人便宜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朝著說 希望中央爭取 連那個錢額補助啦 這個生活圈已經核定了 就是一般的 沒有 核定是從 我們以前在那個 100公司那時候嘛 那那時候 那那時候就是說 一億空兩百萬 那他們可以配合 換兩千幾萬 在我們這個嘉義官司的 那個地方配合款 這部分 就說不 他們嘉義市 沒有要變 沒有要變就是說 這個案子 是一個 有一個 歷史 跟那個情形 所以我們現在是爭取 中央錢額補助啦 阿我們也有那個 如果官長也很常常 有那個 內政部 直接面臨那個部長 阿我們也有公文 阿現在結果咧 結果是什麼 公文就是 專案補 補我們這部分 補給行政 他啦 要希望他專案補助 阿差這兩次補助 這兩次補助 那家義市的部分也要補 也要補 同步就是補去行政 我算家義官司 該自付款的時候 補自抽款 我們要整個 要求中央 要求中央 中央專業補助 但是公文都有處理 阿廣東 縣市的這個自付款 都做兩千多萬少 沒有 那是這案嘛 阿現在我們這案 就這案的部分 就這案的部分 對對對 我們縣市的自付款 加起來 這個案公開目前 已經就是說 英尼他的配合款 沒有執行 我們又重新要爭取 錢的補助嘛 對啦 我不是說 官司加起來 自付款都加起來 兩千多萬少 還是加加二次而已 沒有啦 加起來官司兩千幾萬 加起來官司 都加起來兩千幾萬 齁 這樣有問題嗎 那兩千幾萬 就不是說加起來 那一本 他就沒有要同意 他就說 英議會說 沒有要同意 變了以前 這組織政策的定期會 就有說過 對啦 就是說 你們現在要求中央 給我們全國補助 是有問題嗎 沒有啦 阿現在就去到 邀請郭力中 阿這怎麼就有 我們也 我們也 官司也一直 都一直 在鄉中 你們官司 你說話說 都討不上 我實在是想不 沒有行動也討不上 行動也討不上 要怎麼討不上 這個部門 我們 要討不上 有先跟部長說 有 跟他報告 所以說 我不要跟你 不要跟你說過 你們現在討完 這是很好 但是 你們來 後面來 靠來這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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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以為報告 就是說 這條 不知道說 那邊也是 蕭油線 所以我們要再訂報 就是說 一廟五 政府中華國長去 我們只有我們的部分 全部報 阿嘉義區 只有他們 園區的部分 他們報 就整個變成一個園區 那個道路整個一個 阿嘉義區還有報 嘉義區 我不知道怎麼投票 我要跟他聯絡一下 他們園區 那 你 要照照的保分 不是跟嘉義區而已 不是他們的園區保分而已 完全保分 都在園區裡面 有保分是在園區以外 阿就是我們做的保分 這點你有清楚嗎 目前有啦 目前我們做的保分 就是 叫多聞鄉 是一個圓口 這樣 這樣是很好的問題 我是覺得 你們說這麼久了 都一直不做 我感覺說 到底是你的執行力賣 還是到底是怎樣 沒有做 我們做公文 就已經有開了 在八個 還要做公文 怎麼簡單 你這天怎麼做幾個天啊 也不是 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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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嘉義區 這個 保留起來 你也要出國 沒關係 麻煩我們 董人 這邊有什麼意見 看你 要用 那些 市民這邊 還是要交代議員 馬仔把你繼續 好嗎 好 我是說應該 要有一個記憲 要說 嘉義市政府拿出他的 阿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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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都沒有辦法 你現在嘉義市政府 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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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嘉義市政府要對我們嘉義 官民一個交代 我們是有尊嚴的嘉義官民啦 甚至嘉義官議會也一樣啦 沒有啦 要有作為啦 因為 好嗎 繼續這樣下去就不是辦法啦 對不對 這樣應該要 那些年前 那些都沒有 改善啦 要討多久 主席 針對這個 我也有一些意見 要請教一下民政處長 好 處長他上面這個 地方配合款 是寫一千兩百多萬耶 然後這個總償的經費啊 是一億兩千萬嘛 然後他我們 我們竟然 長度只有做八百四十公尺 拓寬十五米 就是為綜合國中那裡 你去 王三階堡那條頭 做八百四十米而已嘛 只要做這八百四十米 我們都這麼看 不過裡面 其實主要的車子 是為裡面的力氣 力氣 除了嘉義市火化廠以外 還有家雲寶塔 雉雲寶塔 所以其實的話 其實掃墓時間會塞車 應該是主要塞在裡面 你路口 做那麼大十五米 那邊是要用停車的嗎 不然你路口有辦法塞那麼多車進去 你也沒辦法塞進去裡面 去掃墓 還是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整個家這麼看 而且好像那段八百四十米而已 那段就是 他當時先核准那一段 可是我覺得這個經費 用到一億耶 然後只拓寬了前面那一段 如果今天未來嘉義市 你趕快他後面他就不會弄 不會處理的 我們剛才那個拓寬 拓到這麼看 啊面對你要知道 那條路要過去我三個月 那個不知道幾米而已喔 可能 跟黑拼到一台車 可能三米看的路 四米看的路而已 那頭前十五米跟黑拼 跟他剩三四米而已 這樣請這樣 你去一定 絕對打得更嚴重的啊 我議員報告當初的 這個地方就是說 當時也是很艱難的狀況之下說 說起來他們先核准 也就是說 先核准這一步 不是 我覺得說 現在不是說我們要到經費了 然後你要知道這是一億兩千塊 沒有啦 人家完全在說的意思是說 你做這八百四十六 用的還沒改善 真真正的 對啊 有辦法去改善嗎 因為你剛剛清明掃墓的時候 都要做木頭條 你在說這一次 後面還有的 後面還要怎麼整治 主席 這段 不是沒辦法改善 改善修補分而已 要完全改善就是 含來 主席在說什麼 他們的園區來 對 園區外面要做一遍 拓棺 這樣就好了 要跟中央提議 要整個園區裡面的 所有的聯外道路裡面 怎麼去改善 整治計畫 系統化 你不知道怎麼這麼說 你現在說 現在正義這條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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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 跟議員報告說 當時的 一百零四年 我先報告完嘛 處長你們最近 雲家家治理會議 還有開會嗎 最近有開會嗎 有開會 還有討論到這一案嗎 這一案就是 我剛才跟議員報告 所以我請議員 先讓我報告完畢嘛 一百零四年 當時核准這一段 也不是說 一段 這一段八百公尺 完 魚就不做了 他是先行核准的這一段嘛 那就剛才議員 所質疑的說 你八百公車 這個效果有限嘛 也許因為這樣 還有嘉義士 他要分攤的配合款 他認為說 這個這裡改觀 這是他們的想法 為什麼要他們配合 所以就兩個效益有限 而且跟說 他們的配合款講不好 所以目前這個也就 因為沒有地方配合款 講不好 就不能組行了嘛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既然是這樣 他們有這種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也覺得說 必須就 這樣 破斷就 現在有這個報告 就一言所講的 我們就從一六五線 進去 整個延期給人家 會簽出來嘛 那這一部分就 爭取全額補助嘛 好 處長我請教一下 所以你說的主要是 地方配合款的問題嘛 對 然後主要我們看 那政府給的那個公文啊 他上面寫一個 地方總配合款是 一千兩百 一千 一千兩百二十四萬兩千 然後有寫一個地方配合款呢 有一個是 六百二十四萬兩千 然後後面有一個六千 地方配合款 未編列預算 表示說 這個六百幾萬是 我們管政府有變 還差六百萬 沒變嗎 這一部分是 建設處 就整個其實 建設處提出來 那這一次 其實這個案子 因為剛才說 兩千幾萬嘛 我是看這個 其實你們應該也是 要下去做協調 你也要了解啊 對對對 兩千塊 那請建設處說明一下 主席還有 各位議員大家好 那建設處這邊做個說明 因為這次的 甲五號案啊 那是 其實只有附帶 這個都市計畫道路 一至九號道路這個 的預算案 那剛才後面所談的這個是 整個 營建組在 104年到 107年 這個 生活圈 道路系統 在滾動式檢討的一個 總表 那 並不是在這次 甲五號案裡面 的這個提案 所以表示 104年到107年 我們的生活圈 就是做這些而已嗎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到107年為止 我們生活圈的規劃 不可能會再增加了 目前就可以做 就是這些 對 對 這樣也不對 因為像水凶 水凍路 你也還要編入計畫圈 那後續 因為還有一些 預算的捷運款 我們會在納路 在滾動式檢討裡面 來做處理 所以還是可以再增加 你說這條 他會再去檢討 檢討有存錢的時候 接一塊的時候 比較要納路 不過他不一定會 自己做這條 做那種 因為我想說 你頭前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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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講的 另外的新批道路 需要增設的部分 可以要增邊 可以擴邊出來 就盡量擴邊 這樣好不好 對啊 我是覺得說你如果 既然是已經生活圈 這邊的經費 如果有剩餘的話 其實 就是剛剛說的 那個火化廠的另外道路 我就說 往三介埔那邊 那段路 你前面拓寬著15米 後面連5米都不到耶 所以你看那個 路寬差了3倍多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落差會很大 你當車子大量 永舍開進去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出去 還是到最後路口 塞得更嚴重 這個沒有錯 我想這個應該你們要 列入思考裡面 就是列入計畫 要看怎麼樣下去做改善 雖然說 我們有多少錢 盡量可以做多少 問題是 我們要做下去 現在宿航就說 後面的問題 有可能會造成 未來塞車更嚴重 有可能 是 對 因為這邊監督做個說明 因為剛才有談到這個 104年核定的這個火化廠 這個部分 其實也成如剛才議員所擔心的 就是說 850公尺確實比較短 而且可能篩測問題 沒辦法確實來解決 所以我們在雲家家的 這個會議裡面 才特別提出來 就是說由嘉義縣市來共同 來解決這個 一個環轉道路的拓寬工作 也成如剛才民政處長 這邊所談的我們 那你們討論有結論嗎 目前我們已經跟 我們嘉義縣的部分先提出 跟中央來做申請補助 那後續我們會再追蹤 嘉義市這個部分 那有預計大概多久會完成嗎 盡量趕在看今年能不能爭取到預算經費 就是整個園區都可以 它的道路都可以把它改善好嗎 今年嗎 這個今年應該是沒辦法 因為它涉及到後續 那你剛剛說今年 預算經費 預算經費 就是今年爭取到經費 對對對 好 OK 謝謝 這個預算總經費是多少 先是加起來 你現在原價在平台說 多少 將近快四億 將近四億喔 因為總共將近兩公里多 快四億 加以四的部分比較多 我們加以四的部分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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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都加的 你怎麼在那分你跟我 你我他 不是 沒有啦 你們處長你要解釋清楚 是加以四的部分 不是我們沒的 我們要做 我們一定是要做 我們這邊 所有的主管 以及主管都是要做 你們一處都是要做 加以四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要說 他們的態度不好 你知道嗎 我也要跟他說 對啊 現在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 都是加的 應該很好進處的 尤其都讓中央下去補作就好了 這個案子是真正的啦 當然 我是覺得可能管市長不太好啦 聽了 聽了 對啦 啊這個處長 這到底是要多久啦 你們這樣 一個火機 要一個火機 到底要再多久才會完成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我告訴你啦 送給他去 送給他很久 他就送給他很久 對啦 我也是沒有提到 這個火花場的部分 這次零食物他只是兩岸 他後面剛才 副處長有報告 是整個他的生活圈的總表 生活圈裡面啦 這次是沒有討論到 沒有提那案啦 報告 沒有啦 對啦 你現在你也給我們一個 既定的一個 一個 石層一個 沒有啦 議員是要知道 有這條是你要怎麼做啦 當然沒有 你現在照你怎麼說 他自己一支不就還要 就再拚命了 這個我補充說明一下 如果是104年這一第一期的計畫 加一市如果沒有配合管 確實是不能動 所以這個案子 目前我們是沒有再繼續推下去 是啊 但是我們目前在推的是 所謂剛才所談的 就是說 整個園區道路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說 這個Circle裡面我們分A段跟B段 那B段的部分由那個 加一市來執行 那A段由我們縣市政府來執行 那這樣兩個 整個區段把它區分開來 就沒有 就不會有涉及到說 加一市卡住 我們加一線 沒辦法做的這個情況 沒有啦 主席 今天我會特別 這麼重要 我知道啦 因為你已經有 已經有 已經核定了嘛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今天今天是 加五安的報題 就是叫1到9號 1至9號 對 一步去而已 現在在預計 我不知道 我們加一關的報分準啦 對啦 對啊 啊你現在比說 你已經準了 我們還沒辦法做 那是要怎麼才能做 沒有啦 這個部分 目前這個表內這個案子是 核定的內容 可是因為配合款加以 這個 我們加以縣市的部分 還沒辦法那個 沒有錯啦 所以這個案子目前是不做了 這個目前是沒有要做 對啊 所以我問問 你們到底是多久 現實有錢的還沒辦法做 沒有啦 這個 阿伯要做的時候 首先要跟我們議員統帝 會送他來的啦 現在讓他們做價位做 對 不是啦 市長 市長25號案子 這個案子 補底度是 價位1至9號道路 新闢道路 工程 你看到這是附帶 喔 政府有核定 啊不一定我就做 因為還沒說好 沒關係啦 你們喔 你們看你們多久的時間 就有做了 你們一樣 你們一樣 你們也幫我們做一個 幫我們這些東師 大家做一個 跟我們的市民報告 對啦 阿不然你們這樣 這樣我們基本說的 白天的錢有落 還沒辦法做 還沒落 還沒辦法做 你們裡面的所有的相識 裡面有提報計畫 核定的內容 有時候給所謂地區區域性的議員 或是鄉長 告知一下啦 兩條意思 議員來好不好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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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你只要去處理嘛 是不是這樣 那地方也能配合啊 那你就趕去清除啦 你知道嗎 我們盡快來努力 好 等一下啦 第四個啦 第四個小點這點喔 我們第五萬 這陸屏專案一千五百萬 這是 這是怎麼樣 你會隨便一下 負責你知道嗎 這個跟議員報告一下 有關於這個陸屏專案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縣鄉道的維護 一年啊 只要差不多一億五千多萬 那整個縣鄉道的維護 經費不太夠啊 那因為我們整個加一線 將近一千八百萬平方公尺的道路 要在這樣的一個解決經費下來 處理真的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再追加這一千五百萬 來解決目前老化嚴重的道路 還有急迫性需要改善的一些道路 這個是最強的 對啦 你的用意是很好啦 但是本事要請教一下 是 你這是開關費的 是 對不 路平專案是我們的一般性補助款中用來 給我們的 基頂和沒有要叫做什麼 是 你這一千五百萬是開關費 你開關費 你要完成電腐 你知道 要提電腐辦要有什麼要件嗎 蛤 基本上有 你知道嗎 你現在這條是要討論的嗎 那就是要討論的 啊 沒有啦 你要做對啦 有啦 不是對啦 是啦 這條的醫生都不能拿進來 這是可以完成電腐 我來主委書長 電腐辦要拿進來議會 電腐辦要對幾種要件 對六點你說一下 來跟我說明啊 直轄市與縣市的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要提電腐款案的辦法 有六人 他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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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要提澱付,要提澱付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說,要一個一個呢,還是那個 你跟我說符合對的一點就好啦 你六點對一點,你怎麼符合對一點 第四是經上級機關核電支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然後第六個是配合上級後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電必須分擔 且即時使用之支出 阿你好啦,阿中央的公文,你配合上級的核電 阿上級核電在哪裡? 我們這是核電的公文在哪裡?你沒有補我看 有公文有嗎? 沒有,後面副標都沒有 你第一個小點還有呢 阿中央核電就補第一條,這條這條在哪裡? 我跟你說啦 這沒有關係,沒有覆蓋這個要件 你給我建設處蓋一千五百萬,你蓋去營資啦 你可惜蓋去營資啦 你如果說這有要件要做的,你營資啦 阿不然就留在那邊做啦 阿這點退費啦 阿這點退費啦 你解釋嗎? 包包議員,因為目前因為我們整個嘉義線的這個 道路的這個維護費用,確實是比較拮据啦 那,那憲府也在預算比較拮据的情況下 在籌措這個一千五百萬來業務 我知道啦,那不用說 你這去營資民,去營資生就來救贓啦 那就不行,你是不是要他要 你要撒這出來,你要撒這出來 你跟主界處有討論嗎? 你跟主界處有討論嗎? 阿是你拒負當時,你自己要撒出來撒出來 你主界處有討論嗎? 主長,你有討論嗎? 報告議員,這一條是因為在建設處這邊 他們有覺得說,這一個相關的這個工程 的這個預算經費比較不足啦 他們有很多這個工程必須要來執行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是說,先電池先同工 然後我們在那個追加檢預算的時候 我們會來把這個追加 我知道 然後有一個那個 欸,有一個農水路的 農水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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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啦 我跟你說啦 你自己去營資啦 你去營資,你聽到沒有啦 你就有需要做,你自己去營資啦 你就 你既明就沒辦法進電池案喔 沒辦法完成電池程式 你問我,我去追加檢預算啦 你就既明就拿6檢預算就沒辦法 要用什麼失敗 你為什麼要去辦追加檢預算? 記者,這個齁 把... 退掉 退掉啦 第一條的部分 退掉通過 第一條通過 第一條通過啦 第二條 這1500的 雷明跟我們這條 退掉啦 對啊 啊,現在幫你報立法案款啦 好不好 齁,其中的好不好 齁 那你們再看怎樣 你們 去找主計這邊,裁裁裁這邊 你們要這樣以後 送成我們的議案裡面喔 你們自己看得很好,不要自掌嘴巴啦 不要當作議員都沒有在用真話 啊,特別都在心灼火的時候喔 你們跟北方查出來的時候喔 比較在那裡拍看 齁 各...各行政主管你們自己知道啊 啊,還有 還是跟你們再次... 跟你們重申一下 各行政單位裡面各局處 要送法案草案你們進來 要自治條例的話 你們自己看得到,你們自己先討個清楚啦 你們是科技的啦 我們是民選的啦 啊,大便議員在問人的時候 你們都不知道啊 啊,在議會要大小聲喔 啊,問人的時候說 你們兵不發條,兵不 你們大家發條啦 這支發條你們自己唸清楚啦 自己搞好啦,好不好 那,加五反,我們各位議員再接受意見 那不然這樣,我們萬能通過 賈六號案提案人縣長張華官按由 有關留意總和治理計畫第二期 雨水下水道工程議案 合計經費新台幣268萬嚴診 你請同意新型店戶事後依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 請審議,拜託 審議通過後新型店戶辦理 事後依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 各位議員,加六號有什麼意見嗎 如果沒有這樣,我們萬能通過 賈七號案提案人縣長張華官按由 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 嘉義縣民雄垃圾衛生演埋廠活化再利用工程計畫 增累金額新台幣3000萬元 你請同意新型店戶事後依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 請審議,辦法 審議通過後新型店戶辦理 事後依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 各位議員,我們對他加七號有什麼意見嗎 如果沒有,我們才能通過 賈八號案提案人縣長張華官按由 簡宋尼報費拆除排入大鄉社口國民小學級 加新國民中學市校建物案一件 請審議,辦法 是貴會審議通過建物預議最低使用連線同意報費 建物位預議最低使用連線令韓請審計機關同效再以報費 各位議員,我們對他加八號有什麼意見嗎 如果沒有,我們才能通過 賈九號案提案人縣長張華官按由 有關嘉義縣消防局監管職務室設及車棚預連線需報費 拆除建物二作案,請審議 辦法 是貴會審議通過後,請准以同意報費 各位議員,我們對他加九有什麼意見嗎 如果沒有,我們才能通過 賈十號案提案人縣長張華官按由 簡宋尼出售座落嘉義市中山段七小段十六、十六之二、十六之三、十六之四、十七、十七之九、十七之十、十七之十二、十七之十三、十三、十七之十四、地澳等 十筆現有非公用土地及其地上屋教師會館移動議案,請審議 辦法 一、審議通過後報警內政部核准,並依規定辦理出售 二、本案出售現有非公用土地處分期限至暴奉內政部核准之日起算五年 各位議員,我們對他加十萬歲的意見嗎 如果沒有,我們才能通過 對,我們的二號案,高安審查文,我們的二號案就是一個案,來,我們先讀一下 王英 以一號案提案人張議員名答案由 有關本會組織支持條例第九條修正草案,請審議 但法,本條文審議通過依據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韓報內政部核定或施行 各位議員,我們以一號案,我看我們所有議員,都跟他聯署,好嗎 無意見,就要這麼多人通過 今天,我們教委員和二號案都十萬歲,都審查完畢 感謝我們各位議員,今天的日式來開會,讓我們開會,謝謝 感謝